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先看一看新闻的标题 然后再说一说我们的评文 新闻的标题是这样讲 林怀强 彭文正报论文门新进展 蔡贾博士 委任律师 显非事实 注意法律责任 对于林怀强与彭文正 22日在脸书指控 英国行政法庭认定 LSE提供不实资料 给台湾法务部一事 蔡贾博士的委任律师 林怀强和张日昌 23日发澄清声明指出 林怀强以彭文正言论 显非事实 并聘请传部 不实信息者应注意法律责任 澄清声明表示 英国初级法院于2022年6月20日 所作诚之判决内容 并无任何指称 蔡贾博士有串通LSE内部人员 或提供伪证之事 正经关不了林怀强 与彭文正脸书发布之言论 显非事实 请传部不实信息者 因主义法律责任 好 这个事情呢 起源于就是20号 英国的一个法院邀来了 这个事情呢 还没有完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臣呢 就是这个Michael 这个Michael他一直在囊 他一直不放弃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有点像当年那个水门事件的事情啊 就是有两个记者一直在囊 整个社会舆论都给你盖了 都给你压下去了 不行 他就一直在囊囊囊囊囊 最后把那个水门事件给囊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蔡贾博士这个案子当中呢 英国那个地方 他们不怕这帮台湾人 他们现在很惧怕这个Michael 这个Michael呢 他就一直在走 你给我的法律程序 但是呢 你看这个工坊啊 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大英帝国所有的机关 不管是大学也好 资讯委员会也好 包括前面的法庭也好 大家都跟你玩云山雾罩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有这个人拿着你英国伦敦大学的毕业证书 说你是博士 而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是假的 请你大学认证一下 这个是真是假 这么简单的事情 就是不给你认证 绕来绕去 拐来拐去 又是什么口试了 歪瓦了 什么论文了 又妇女杂志了 你看看 这么长时间来 整个不管是大英帝国的人 伦敦政经大学的人 这些人 他大脑缺氧吗 他不知道验证一个学位 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吗 就是你学校说一句话 这证书是你发的吗 他在你那上学了 他这个答辩那个论文在哪呢 到今天全世界找不到 蔡贾博士那个真正的论文 除了他家里那叠 马分纸一样的 黄区区的 都已经货 水都泡了 扫描以后放在什么 台湾的国家国际图书馆里边 除了那堆马分纸 在伦敦整个这个大英帝国里边 图书馆里边 没人知道蔡贾博士论文在什么地方 你要没有 你就说没有 他不说 他就说哎呀 这个不能公开 那个不能公开 这个隐私 那个隐私 哎呦这个痛苦 那个痛苦 拽 拽来拽去呢 还道貌岸然的 还有西服隔离 有法庭律师什么的 你看看 我们文明社会 给你讲你 给你讲了 闹了半天到今天 还在拽呢 其实还在拽 因为这个东西 你造假呀 你纸啊 包不住火啊 你能包一段时间 有这么一个Michael 到处囊你 反正我得囊你 你这么多法官 这么多的机构 有本事你全都一起来掩盖 掩盖 你在你说谎的时候 大英英国人脸上 是不是也得带挂点颜色呀 他知道他在撒谎 但是他们撒谎已经 脸不变色 心不跳了 但是有没有一个法官 脸要变色 心要跳一点呢 看看我这是在撒谎了 我这是撒吗 继续撒 所以这个骗子呀 在这个世界上啊 横行天下 为什么他能横行天下 骗子有了权利 骗子有了钱 你看看 整个台湾司法 为骗子服务 警察为骗子服务 法官为骗子服务 检察官为骗子服务 到了大英帝国 人们以为 那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寻找一点公平正义啊 都弄了两年多了 到现在还在跟你绕呢 左绕右绕 就是不碰这个关键这个词 什么词 这个博士证书是真的吗 不碰 论文有吗 没有 就这俩词 不碰 有没有论文 有没有资料 我们不知道 我们找不着 不归我管 不能公开 隐私权 这张文凭 这张只是真的吗 不谈 不知道 反正是历史的事情了 规定没有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话题 让这些所谓的文明的大亨们 又大官们 又是法官 又是律师 又是官员的 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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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 所有人都在骗 没有一个不骗的 为什么不骗 这个就是这个社会啊 整个社会啊 被这个事件的给扎了一刀 这一刀告诉大家 这里全是骗子 英国政府里边就没有人知道 英国伦敦大学的没有人知道 蔡贾博士根本就没有学位 有没有人知道呢 凡是看过这些案件的人 大脑不缺氧的人 智商还正常的人 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真的博士 为什么人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假博士 而人人都要护航呢 这个就是他们的伦理道德了 他们的伦理道德不是说实话至上 是骗来以后为我们的利益至上 这个就是他们的伦理道德 我今天骗了你了 我把这个假博士扶在那了 这个假博士对我们这块是不是有利啊 有利 买武器买吗 买 要钱给钱 有钱 但是如果帮了你彭文正了 帮了你Michael了 你给多少钱呢 你狗屁不也不给吗 我干嘛要帮助你呢 但是呢 话还是又不是这么说 他才不会这么说呢 他才不承认呢 利益至上 假的人意道德 又往哪一走 我们是公平伦理道德的最后防线 我们来审查审判一下 判的全是错的 他的法官的水平那么低 上了都给判错了 不是 他就是故意判错的 就是故意不想让你赢 就是要保护这个骗子 就是要保护这个假博士 就是要保护这个犯罪集团 为什么 这个犯罪集团控制了一笔巨大的资金 在全世界的外汇储备 据全世界第四 这个假骗子 这个假博士 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边 帮助西方社会去囊中共 他认为有这个功能 这种情况下 我们得保护起来 我们的人 骗 不叫事 只要听我的话呢 你随便骗 就跟蔡贾博士 这个石斑鱼似的 蔡贾博士这个政府 知不知道这些石斑鱼 运往大陆的 有大量的伪劣产品 不是那个本厂生产的 知不知道呢 知道 但是输往大陆 随便 你吃完大陆人吃了 大陆人吃了这些臭鱼 这些病鱼 以我无关 只要把钱搂过来就完事 他们都知道 我不认为他们不知道 既然知道 为什么不查 为什么不管呢 这个就是利益 只讲究利益 绝不讲究道德 在这个地球上 谁讲究道德 那谁是傻子 利益至上 金钱至上 主导了现在 当今这个地球 你只要为了钱 不择手段 你一定成功 你为了钱 但是你还想不做亏心事情 你保证发不了财 你保证是那个穷光蛋 所以不管是伦敦政经大学也好 还是什么资讯委员会也好 还是伦敦什么什么法院也好 这些人 他们在就一个案子来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呢 我们的利益在哪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利益 我们不会判你赢 但是由于他说假话 他也得有点水平 这个假东西 中国语图画 一个黄要用十个来圆 十个黄要用一百个来圆 现在这个黄已经圆圆圆 这个圈已经何止一百个了 再往的一千个 有一个地方漏了 你就得补 这个Michael呢 这根针呢 就老在扎你 你补完这儿了 你那儿漏了 你那儿漏了 我那儿老扎你 扎扎扎到最后 差不多 他们等看看蔡贾博士 也快下台了 他这个事情呢 一定要给他拖 拖到蔡贾博士下台 当蔡贾博士下台 这个人对他们的利益 已经开始没有作用的情况下 已经没有意义了 就是你这个人 已经没有价值的情况下 那个时候 差不多我就可以给你曝光出来了 这时候呢 不伤害我的利益 蔡贾博士还能坚持一年多 在英国这边呢 还是会给你绕 绕弯弯绕 绕到最后 如果像彭文正也好 Michael也好 林怀强也好 包括何德芬也好 他们就始终这么挡着 最终有可能能挡出来 但是这个时间呢 时间表呢 是由他们控制的 他们觉得你有价值 我就永远不会让你暴露 只要你对我有利 我就永远保护你 在保护你的过程当中 这边就是又骗 又绕 绕来绕去 把时间一直给你拖拖拖拖拖 拖下去 等到蔡贾博士下台那天 人意道德这些人 这些人其实都透了一个撒谎的内心 谁让他们撒谎 利益驱动他们撒谎 谁让他们保护这些骗子 利益在后边顶着 这个系呢 这个系呢就是我们再保持观看吧 还好在这个论文门这个事情里面呢 还有一个Michael一直在走司法程序 还有一个彭文正一直在说 还有一个林怀强 还有一个贺德芬 一直在努力的去揭露他 是个事 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我们呢继续保持关注 那今天这个事情呢 王老师说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我认为呢 是他们一个游戏当中的 就是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只是给你磨来磨去 因为他挡不住Michael那个地方了 Michael那个东西一针一针扎在那 你得硬啊 你不硬不行啊 所以现在就是草草的先硬一下 但是呢 还是不会给你一个结论 还是你这么着吧 你这么着吧 他留了一个活口 你可以不提供 你可以不给 但是你给我一个适当的理由 这个理由28天之后 他也许编出来了 对吗 也许编出一个法律的理由 也许编出一个什么什么理由 我们不知道 最后呢 就那个理由再去找 再去慢慢的玩 反正你看看英国 不管是法院也好 资讯委员会也好 伦敦大学也好 伦敦政经学院也好 一定是在外边 垒一个叫大堤 不让洪水进来 一定要保护这个蔡甲博士 一定要把他保护到他下台那一天之前 尽可能的把他保住 那个时候 去谈一笔交易 卖一笔军火 卖点臭肉 卖点什么玩意儿 他乖乖的签字 就在这个时候 随便 不管英也好 美也好 什么代表团也好 到台湾 签一笔单子 我们那边还在研究过程当中的 还在玩呢 还在玩的太极拳呢 跟Michael打太极拳呢 这边你给我赶紧签字 蔡甲博士乖极了 保证签 一定是这样 你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单子在走 他们是一起的 所以呢 蔡甲博士现在还有利用价值 就先给他保着 等有一天实在没有利用价值了 行了 你就这么着吧 这个是我的见解 这个话题呢 我们还是继续保持关注 还是比较佩服 Michael 彭文正 林怀强 贺德芬老师 他们还在努力当中 这样的精神呢 我还是比较钦佩的 我们表示支持 好 以上是我们的观点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